選擇怎麼樣攻擊 就是快一點的話,塔瑩還要選擇兩波的攻擊 是 那83比70 Jones怎麼回事跟Polo周瑋晨 其實在今天有比較多的一個言語上的溝通 言語上的溝通,交流是真的多了一些 真的 可能在真場籃板上面 這個動作還是有一些的大兩邊 已經拉得非常的開了 但Jones這邊還是氣不過 反把這邊也是很快的來跟Jones說 我們是領先的球隊 不要 不要因為動氣而讓他可以站上罰球線什麼之類的 但是 周瑋晨這邊個人第五次的犯規 哎呦 轉下了身體對抗推擠 是 怎麼有點像是斑爸爸的 周瑋晨推出去然後去撞重子 那現在呢 這個犯規的吹汗吹在了周瑋晨身上了 那他也是個人第五範畢業了 當然 陳國威教練呢也是要來進行一些抗議喔 因為 對於 現在台灣銀行在這一場的比賽 目前屬於落後 而Polo周瑋晨因為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而泛滿畢業而離場 對追分來講又更加的不利 那因為Polo周瑋晨的泛滿畢業喔 所以 泛英這邊要再拉一位的球員上來 但是泛英這邊 要拉誰呢 要拉一個 陳佑許嗎 應該是陳佑許喔 好泛英這個時候來喊一個暫停喔 那泛英這邊把 我們再來看一下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其實Polo是跟班爸 兩個人來做一個爭搶 但沒想到最後的衝突點 居然是Jones跟周瑋晨 班爸趕快就把Jones給拉開來 好從這個角度看起來可能會比較好 有點是班爸推他一把 撞到瓊斯 結果瓊斯說 你說你撞上來幹嘛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祖賢是班爸 好那其實對於泛英這一邊喔 剩下37.59秒要來追5分 這個難度是稍微高一些 不過今天泛英這一邊喔 展開的一個比賽 在第三節真的確實打得相當相當的出色 對 把比賽追平了過來 對 參半場如果15分喔 甚至第三節追平了 我們看看這一波有沒有機會 對